感恩大家今天晚上回来 我们继续一共学习 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是六菠萝蜜 我在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六菠萝蜜的编排 首先我们要了解六菠萝蜜的意义 然后我们就探讨六菠萝蜜了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然后每一样 每一样菠萝蜜 它对峙的是哪一些我们人间的问题 我们会在第一步探讨 所以我们先从六菠萝蜜的意义来 先了解一下 六菠萝蜜 整个称是六菠萝蜜多 大家可能也听师父有开示过 菠萝蜜它翻译是叫度 就是我们可以到彼岸的意思 也就是达成理想的 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去完成的 这个目标我们达到了 这个就是六菠萝蜜的意义 这个六菠萝蜜是大圣佛法 里面菩萨它要成佛道 要去实践的六种修行的方法 大家知道我们跟六菠萝蜜 其实我们心灵法门的 跟六菠萝蜜有相关的 假如往后有时间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我们每一样五大法宝 跟六菠萝蜜是怎么样相关的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 了解一下 那释迦牟尼佛当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 还是菩萨的时候 他由能是一切乃至眼随 就是他把他整个身体都布施出来了 所行贵舍但由悲心 他就是大慈大悲 啃舍 啃布施 而圆满布施度 他就是做得很圆满的 之前我们有提过了 行善也有一些不同的善的方式 有些是半善 有些是满善 有些他是假善 有些是真善 那我们看佛陀是有大悲心 他是真正的把自己的身体来供佛 然后由布施身体 心无 手分 就是他没有怨恨的 不会产生嗔恨心的 他又圆满的持戒 忍辱 他经过这样的一个修行 再进一步 勇猛精进 菩萨行 欲敌沙佛 专程 瞻仰 以送 占笔 就是看到所有的 诸佛 他都去 很 赞扬 很 供奉 他没有一个缺的 圆满精进度 他不停的 一个菩萨 他都不漏了 由 他从 做菩提 树下 当他快要登无上正等正觉之前 驻金刚欲定 就是说 如如不动 圆满 定 会 两个度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六菩萨蜜 佛陀是 用亲身的示范给我们看的 我们知道佛陀 在说 古其灭道 在说 八正道 在说怎么样 去 试地 怎么样去 把这些 解除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 三转法轮 告诉我们的 而不是说 只是嘴巴讲 他是自己 亲身去体会 然后把他的经验 告诉我们 传法给我们 那之前我们也有讨论过 我们要定目标的时候 要 了解 创造 法界的动力 我们之前也讨论了 这个是跟心经相对应的 假如我们起了一念 修六度法的话 那就是创造菩萨八界的动力 《心经》里面讲 《心经》里面讲 《心经》《六地》的菩萨 都是依据这个六菩萨蜜 一度一度的上去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彻底的了解 什么是六菩萨蜜 进一步我们怎么样去 你行这个六菩萨蜜 真正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这样才是真正的利用佛法 就是佛法人间 人间佛法 我们一起下来 一起来看看 再多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最容易的 为什么先提布施 因为布施 我们可以从小的开始 布施布自己所有的东西 我已经拥有的东西 我可以布施出来 买给众生 这个是释受众生的第一步 就佛经讲的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这个也是师父讲的方便法门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起点 我们怎么样去弘法度人 布施在六菩萨蜜里面 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你只是告诉他 引导他 让他知道 你可以捡一点东西 你可以去哪里帮个忙 这个都是布施 大家听很多开示都知道 我们的所有的眼耳鼻视 我们都可以布施 大家想想看 我们嘴巴讲一讲 比人家讲的口吐莲花 人家也开心了 我们的眼睛 可以传递我们对某一个人的感受 给他慈悲的眼神 这个都是布施 所以很多时候 布施是 首先 最容易引领众生 修行路道的 就像师父的布施一样 先给我们了解 你喜欢看图堂 他就先从这个图堂 帮你看一看 让你了解了 你得到了满足了 就很容易跟着进入 进入我们心灵法门 布施是第一步 布施我们之前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了 有三种布施 财布施 第一个 但是财布施里面 也分内财施与外财施 什么是内财施 比如说 我们布施头 眼睛 乳髓 就像刚才佛陀之前讲的 整个身体都可以奉献出来 共佛 叫做内布施 内财施 假如我们施水一些 外在的东西 财物 衣食 我们的房子 这个是实在的 我们称为外财施 那我们平常一般 大部分我们去弘法 大家来观音堂 佛有来 他们都是用一个财布施 怎么财布施 这都是外财的布施 那就是捐点 供得款了 来供养佛了 或是 捐点花 买花 供花的钱 供果的钱 这个是 或是 印经书了 这些都是属于外财施的 那 内财施就比较 比较少了 但是我们也是 很多时候现在我们知道 很多人 现在流行 也不是流行 就是说我们要 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说要回馈 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走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把 身体 留下来 再给别人去 度别人的生命 这个也是一种 内财的施 第二种是 法布施 大家用佛法来 跨倒众生 令到他得度了 这个称为法师 那一般来讲 法师其实就是 像我们去弘法了 告诉人家 佛法 是什么样的 引导他 进来了 拜佛了 供养观世音菩萨了 念经了 这些都是法布施 但是在猪 猪供养中 法供养为最大的 大家知道 法供养跟财师 有不同的意义 因为法供养 之前我们也可能 有讨论过了 法供养是 帮助人家 增长他的悔命 让他可以 找一天成佛 大家知道 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每个人都有佛性 但是要有人给他指引 有人帮他开导 所以法布施 就是帮助他 让他的境界提升 让他可以 找一天 学佛 找一天念经 找一天成佛 《金刚经》里面讲了 若人满三千大千 世界其宝 就是所有的财富都有了 你用这个财富 以用布施 用这些财富来布施 所得的福德 不如受持 四句 即等 就是 我们假如说 用所有的财富 来布施的话 都没有像 他的福德 都没有说 我们去跟人家讲 四句 寄语 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一些 有关佛经里面的东西 这个四句 只是一个描述 就是我们去做法布施 乃至为他人说了 解释给别人听 所以法师的书胜难得 可见一般 大家想想看 我们 假如说 有人可以开导我们 就像我们 很多事情不懂了 今天师父给我们 录明白了 他留给我们的白话佛法 我们假如真正的去 学习的话 这种是不是 也是功德无量 那我们假如 再用白话佛法 去跟人家 传播的话 也是 所有的福德 比所有我们 我们的财富 用来布施的功德还大 第三种是 无畏施 这种是属于 精神力量的布施 就是说 给一些苦难的人 以精神上的安慰 慰积 让他远离恐怖 畏惧 今天我们知道 很多人 假如说我们 跟很多人接触 又发现 现在这个世界 末法时期 人的压力太大了 大家想想看 为了生活 为了小孩 为了自己 为了父母 还要兼顾很多 杂七杂八的事情 然后 说不定 自己又患病了 恐怖了 有畏惧感 所以我们假如说 可以给他 精神上的支持的话 这种是 很大的力量 很多人 现在有 我们说的 精神病 常常看到很多人 为什么 他心灵空虚 他不知道 来到这个世界 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假如已经明白了 知道这个都是因果 我们假如说 让他 不要受到这样恐惧 解释给他听 让他明白因果 明白道理的话 让他不要再有恐惧感 那我们自己也是 不要怕 生死的 这种恐怖 就像观神菩萨 闻生救苦 让众生 远离 这个部位 这个就是 无畏师了 这个是属于精神力量的 我们本身一定要有 强大的力量 一定要自己先修好 才可以有办法 做这种无畏师 那 接下来我们看看 布施的功德 这个是第一个菠萨蜜 布施 首先我们去除了 仙滩的烦恼杖 我们不会再起滩内 因为我都布施出去了 我没有说 在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了 我已经明白 这个世界 所有的东西 都是虚幻的 而且 我们跟人家广结善缘了 我们没有怨害了 不会有 嗔恨心的 这样的话 我们会得到 富贵 安稳了 我们的心 会很平静 因为我们 没有烦恼了 不会为了 我们世界上 这种欲望 一直在 侵害我们 让我们 整天都不安宁 每天都有挂碍 所以布施 第一个功德 是先让我们自己的心 平定下来 不要起贪恋 大家知道这个贪 为什么三读里面 贪是第一位 我在想 大家假如明白了吗 百分之九十的东西 都是从贪起的 这个烦恼 这个烦恼 这样就是阻止我们产生智慧 都是因为我们的贪而起来的 假如我们把这个贪可以去除的话 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了 再来我们看看 慈戒 我们在很多白化佛法共修的时候 都有提到了 师父特别在最后的叮铃里面 也告诉我们 慈戒 是成佛的基础 那什么是慈戒 慈就是 慈手不犯 就是我们 坚持不要去做了 戒 有三具境界 就是说 把我们贪真痴去掉了 所以戒是修行的基础 解脱的根本 在三无六学中 就是戒定慧 戒是第一个 假如我们没有戒的话 也不用说什么定 什么会 戒是多么重要 戒是我们的根本 我们做什么事情 假如没有戒律的话 就不知道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的了 所以我们要慈戒 而且要坚定的慈戒 而且还要告诉人家 要怎么慈戒 那在慈戒里面 三具戒 就是三种 四律仪戒 就是我们写断一切诸恶 还是诸律仪的指恶行 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它切断 守规律 有这个威仪 这个是出家 在家七众弟子 共受的戒 什么是七众 就是出家人 男众女众 在家的 也有男众女众 也有 有些还没有完全出家的 像这些沙咪 也是其中的 那在谁家 谁在家出家的不同 里面有五戒 我们其实也知道了 十戒 八戒 巨族戒 这个都是出家的 五戒的话 我们师父也讲了 十戒是 做人的根本 我们假如连十戒都不守的话 就连做人都做不好了 大家知道 我们人成 即佛成 假如做人都做不好 怎么有办法成佛呢 所以守戒非常重要 而且 大家也可能了解 我们 要把坏习惯去除的话 每一个坏习惯 就会产生一条戒律 对我们本身来讲 但是久而久之 你就不会觉得 是在守戒了 因为你已经很自然了 已经明白 这个事情 在内心里面 已经知道不能做了 假如 假如持守 绿一戒的话 就可以离房 离恶 防飞 离开所有的恶 我们不会做坏事 防止所有 不对的事情 让我们的身 身口意 身语意 三业正行清静 就是我们不犯 十戒了 大家知道 十戒里面 就是有身口业的 第二个是 赦善法戒 又称为 受善法戒 它就是 奢侈一切的 菩提道戒 这个是讲 修习一切的善法 那我们先了解 善法 是就是说 吸收起来 一切的善法 意思就是 根据佛经里面 根据佛陀的教育 善的东西 我们都要去学习 这种戒 就是 我们叫 修善门 其实就是 修我们的福德了 是菩萨所修 持的 绿一界 持守 射宣佛界 它可以 广及一切善行 大家知道 在 《佛弥陀经》里面 讲了 不可少善德 不可少善根 福德 因缘 得生彼伯 所以我们要累积 我们的福德的话 就要修善 你做恶就没有 没有福了 你就要受报了 接下来 这个更重要 我们要 我们要设众生戒 又称为 劳于 有情戒 就是 为众生 做善事的戒 我们 学佛 大 大圣佛法 就是要为众生 以慈心 我们用慈悲心 大慈悲心 射受 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 为了利生门 这个就是叫 利生门 持守 老义 有情戒的话 就可以利益 救济 一切众生 所以 假如说 我们把这个三具 境界 坚持 具足的话 我们可以自利利他 功德原本 我们看看 就是 这个 第一个 是 利益一切 都是自利的 我们自己 对自己 行为 所有东西负责的 那 这个也是 利子 利他 因为我们广结善缘 但是也可以 行善了 那我们要 为众生的话 就是 利他了 大家知道 我们学佛 一定是 自度度人 自利利他 先从自己 本身开始 我们不是一直在 埋怨别人 一直在 有不好的 有负能量 我们要的是 正能量 那这些都是给我们 增加正能量的 第三个是 忍辱了 我们自己回头 想一想 为什么会有这个 忍呢 忍辱 为什么我要去忍他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去忍呢 我们来探讨这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 正反两面 不忍的时候 问题出来了 我们知道 跟人家 争议啊 跟人家 对撞啊 火烧功德 你的功德没有了 你觉得很多恶缘了 你没有贵人 而且只有仇人 家庭破碎 大家看很多报道 都有看到这些 兄弟反目 众犯 众犯亲离 大家没有人跟你同心 大家都 尽而远之 不会跟你在一起 恶缘 树敌 除了 你的 跟你不好的 有些不好 他离开了 有些对你 还有恶意 把你当仇人一样 你还有 杀生之窝 所以我们要了解 忍很重要 但是要了解 先要从 不忍的时候 我有什么后果 就是我们要 像菩萨一样 这个因 我们先要了解 这个果 不要去 造了这个因 等这个果出来 忍辱 大家知道 白忍成精 忍 只是 一刹那的事情 一忍了就没事了 但是很多人 就是一口气 是不是 其实一口气 就是 生死两样了 大家想想看 生跟死 是不是差一口气 我们不要为了 一口气 出大问题 所以大家看看 我们的祖先 很多给我们的 训导 忍着头上一把刀 这个造字 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 我们这个心 上面有一把刀 你想想看 是不是很痛苦 这个心里面 非常难过 所以往往 我们有时候 一把无名火 就出来了 但是功德 尽成灰 我相信大家 平常也有很多经验 我们现在是要 深入了解 只是从这个道理来理解 假如说道理通了 在你应用的时候 你自自然而会通 不需要特别举什么例子 每个人 他的感悟不一样 每一个字 每一句 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 忍有什么好处 白忍成金 我们忍了 忍一时之气 免百律之忧 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你今天跟谁 有什么过不去 整天提心吊胆 哎呀 会不会他回来要找我 会不会他怎么样去 要给我报仇啊 话是说要 弄得我 永无灵律啊 所以这个都是 忍 是非常 重要的 而且忍不是 不是你 我 赖若 而是 你是有智慧 假如说 我们不忍的话 一念 称心起 百万张门开 这个 也是佛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的 忍 忍辱 不等于 忍气 吞声 不是说 哎呀 你不出声 你就是 没有力量 你就是 很 怎么讲 很弱的一个人 辱 自面意识是 受到 污辱了 但是从 佛法的角度上来说 一切不如意 就是 辱了 就是因为 你受一切痛苦 这就是辱了 其实 假如说 我们通过了 了解 忍辱的实际意义 我们才有办法 真正的修习 忍辱这个法门 大家知道 其实忍辱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有这个忍啊 就是因为 我们最容易理解 是这个 是这个 乳 是来自其他 友情的 怨队 跟伤害 那为什么 会有这样一个 想法呢 也就是说 我们常说的 受到 污辱 第一部的乳 就是 我们当下 所处的 生命 本身有 诸多烦恼 痛苦 爱苦 别离苦 这个我们就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感受 一些事情 无名就来了 你就就觉得 哎呀 我真的不想忍啊 我真的没办法了 其实 是因为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 我在里面 我们 所有的烦恼 都是 我在做怪 才会有 那么多的 不舒服 有那么多的烦恼 所以 忍辱 在佛法上来讲 是指 一切 加诸于身心的苦恼 我 污辱 避害等 你都能够忍受了 这叫忍辱 但是我们又可以分清楚 忍辱可以 让你身心安稳 就像慈戒一样 大家觉得 哎呀 慈戒很辛苦啊 其实 慈戒 才是最自由的 因为你知道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你想要做 就去做了 对不对 是对的东西 你才会做 没有人来干预 是不是很自由啊 反而你假如 没有慈戒的话 你会发现 哎呀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什么都办法 哪有自由啊 所以忍辱也是一样 所以忍辱也是一样 我们假如可以忍受的话 我们身心安稳 那有三种 在忍辱上来讲 忍耐 怨害这个人 假如说 我们给他人 受他人的愿称 愿增 愿增 老害 而能忍耐 就是说 我们不管他怎么样攻击我 怎么样抱怨我 怎么样对我不客气 我都可以忍受下来 我都可以忍受下来 这个是对忍我来讲的 第二个 安受苦忍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假如明白了 为什么要忍辱 其实有些东西你不忍也不行啊 对不对 你有病了 有天灾的避害了 你不忍吗 你能改变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面的去应对他 我们要能够安忍 而不退失修行的道心 我们今天碰到一些灾 一些苦难了 想一想 是不是都是因果啊 我今天病 其实你不要以为你是病哦 是有因的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你平常不照顾你的身体 你平常熬夜 你平常吃东西不健康 疾病来了 都是因果 特别天灾是怎么来的 我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人所作所为 敢交来的 假如这种供业 每个人都向善的话 没有天灾了 所有东西 我们明白 假如是知道真的因果的话 可以很安心的 正面的接受这种苦忍 第三种叫地差法 又叫观察和法忍 这是观察所有的法 不生不灭的真理 这样我们的心能够安住不动了 为什么 所有的东西 今天他说你不好 他是一个因缘而生的 你不听他 他就没有缘了 就灭了 我们了解了 所有的真理都是不生不灭的 假如有生有灭的 他讲的东西不是真理 我们的心不要随他起舞 我们安住不动 这个叫地差法 最重要 当年师父有讲了 忍辱不是最高的境界 要化解 而菩萨修行忍辱的话 他可以忍受别人的辱骂 可以忍受别人的毒打 忍受别人的称坏 而不加以报复 大家知道一个小小的故事 在民国的 其实已经是过了 已经是 算是过了民国了 那个时段就是说 在五几年了 一九五几年了 大家知道 虚云 虚云老和尚 他曾经在给人家斗争的时候 毒打 关起来 不给他吃 他不以为难 他还是 一声不吭 而且他怎么样 他 静坐 他出窍了 你就打吧 打了 打的人都打得很奇怪的 怎么都没有反应啊 打完了 他有好好的了 所以 他是 行这个菩萨道 他可以忍受所有的 给他的 不管是肉体上 心灵上 精神上 给他的一种 加害他的动作 他的心态 他都不会去 还手的 他就是这样 也不讲一句话 也不抱怨 所以我们假如说要学的话 要从正能量来看东西 所以他对世间的利衰 伪欲 趁机苦乐 这个就是 所谓的 就什么 八法 心不为所动 也就是 佛经里面讲的 八风吹不动 一切烦恼 就不能污染他了 就不能给他揽着了 就是因为能够忍辱 所以可以 互持 互戒 清净 所修 善法 皆能成就 不管什么 他都可以忍受下去 大家也知道 佛陀当年 也是 还没有成佛 以前 也是 受了很多的 这种 污辱 也是要忍辱 他修这个 波罗蜜 但是忍辱只能对自 自身的 称坏 这是自身教程的 称爱 而不能对自他人的称坏 就是 别人造成的称坏 他没办法对自 因为这个是 自身的 而且 单单只会忍辱 并没有真的完成 修成正果 或是解决问题 大家想想看 我一天到晚就忍辱了 但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 别人没有改 对不对 我只能改变自己 别人不改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改呢 真正要完成 修成正果 或是解决问题 这是需要了 补助六度中的 忍辱的另外五度了 大家想想想看 光一度 成不了 到不了佛 你可以一步一步上去 但是 其他的五度 也是要的 所以佛陀说 忍辱 并不是真的叫人 只会忍辱 而是要 配合其他的 其他的五度 就是其他的五波罗蜜 往后我们可以再开看 似乎有一些开示 那忍辱的法门 从浅的到深的 有三种的层次 我们想想看 第一种叫 生人 利人 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们再 应该有一个详细的看 第二个叫 法人 或是元人 官人 词人 第三个 无声 法人 这个大家听 师父讲过了 我们最高境界 要提到 无声 法人 那我们先来详细 了解一下 这个人 第一 生人 什么叫 生人 我们要维持 生命 就像发生到 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 正业 正命啊 我们要做到 忍受 生活中的 各种的 口味啊 酸甜苦辣 这个是描述 我们的人生 大家想想 有起有乐 爱有时候 上天 有时候下地狱 饥渴苦乐 比如说 为了工作 我们一定要 起来赶车 早上 忍耐天气寒热 忍耐睡眠不足 这些身体上的 疲累之苦 甚至于 人事上的意见不合 恩怨情仇等 所以说 生人是 为了生存在人间 所孕孕 所孕荣 出来的耐力 勇气 是一种从生活 人际关系的 历练中 自我提升 从中 去练出 面对困难的 智慧 跟力量 这个是第一步 我们假如说 在人间 你不想忍的话 你的问题来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每天 就忍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真的像这边讲的 我们每天 为了生活 为了工作 为了工作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还有要感受 其实你为了工作 可能还有很多要付出的 让你的身体 很辛苦的 这种是不是苦啊 佛陀都讲了 苦其灭道 都是苦啊 所以我们要生存的话 只好忍啊 今天 有人对你意见不好 那你怎么办 你要生活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生忍 只是说 没有 无可奈何的 哎呀 只要忍下去了 第二个是 拔忍 这个是从心理上的 来说了 贪嗔痴 成见 能够自我克制 自我疏通 就是想得开了 自我调息 这样把心安住在 真理之中 什么叫真理之中 我们最大的真理是什么 因果 对不对 天律 所以假如说 我们明白 真正明白因果了 真正知道 什么是天律了 所有的事情 你都看得开了 所有的东西 你都 很清楚了 什么事情 都看破了 就不会 为了 这些 生灭的 法 所动了 上面 这是 例子 比如说 世间上的 忧悲苦恼 功名利物 人情 冷暖 等 不但不为所动 而且要真正的 认知 处理 化解 消除 进来 转化 大家要了解 这个很重要 真正的认知 这是我们之前 其他地方也提过了 发生到里面 我们要对因果 要有真正的 了解 正对因果 知道有因 就有果 但是也更应该 了解到 这个果 假如没有 缘的话 它也不会出来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果 本来是一个恶果 你累积 多做善事 用一个善缘 来化解它 这个是真正的 认知了 来处理这些事情 才能把它化解掉了 今天人家在攻击你 你一看知道 这个是因 我以前 对不起他了 所以他今天 对我有敌对的态度 你什么东西都想 都要阻碍我 那你可以明白以后 你就有办法去处理了 对不对 你可以把自己 抛开了 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冤解 最后消除了这些 不好的果了 最后转化 成善缘了 所以法人是一种体物 缘起信空 所有的东西 什么叫缘起信空 本来 所有东西都是没有自主的 都是因缘而生的 才有叫生灭法 本来是空的 他没办法说 我今天要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人也是一样 你今天 难道你说 我要一变 变个一万富翁 还是我一变 我把我自己的年纪 从六十岁 一变变回四十岁 可以吗 没有 这个都是因为有缘了 不会有执着了 明白什么东西都是虚幻的 新刚经就讲了 一切有违法 都是虚幻的 所有的东西我们明白了以后 就不会执着了 这个就 形成我们的法人了 再下来 无声法人是怎么来了 这个师父就讲 是最重要的 一个更高的境界了 无声法人 就是 人都没有生出来 就是了知一切法 本来不生不灭 平等不二 全面是 还有这个道理 我说 因为在心理上 你还是 怎么去真正的认知 怎么处理 那这个 不用处理 平等不二 你已经 了知就是 到达了最顶了 知道一切的法 本来不生不灭 所以你可以达到 忍忍不忍的最高境界 连这个忍都没有生出来 没有感觉 假如说 你能够随处随缘地 觉悟到无声之力 那所谓的忍或是不忍 一切都是法而已 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为什么要慢慢修才有办法 是要无声法人 而且又不断地去碰到事情 不断地磨练 不停地回顾 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 你才可以慢慢了解什么是无声法人 那我们听了师父讲了 你是了解了 开悟了 但是还是要去修啊 对不对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但是你 要再去努力地修啊 要精进的 所以 六波罗蜜 是要贯通的 不是说 哎呀 我只要一个波罗蜜 就可以成功了 就可以成佛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到你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的看法你就了解了 我六波罗蜜全部都要的 不是说 我只有一个波罗蜜 我就可以离开了 我不到这个世界了 我不用轮回了 这个无声法人 就是一定我们要去修了 好好的去体会 才可以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 那再下来 这个是一个小故事 这个师父也是引用给我们听过 这个寒山跟石德 这两个人 其实都是菩萨再来的 有一天寒山问石德 大家想想看 这些都是不好的 怎么对待他 大家想想看 我们真正的碰到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像石德这个回答一样呢 我们来看看 假如说他陪伴你了 只有忍他 欺负我了 让他 不赖我了 有他吧 笑我了 我避开他 亲我呢 我也是忍耐他 亲我的话 我更加要捐敬他 他恶哦 我就不要理他了 骗我也是一样 这样的话 再过几年 你就看看 他怎么样吧 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样回答 因为大家明白 真正因果的话 大家知道 一个意念起来 就是已经会造成一个因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假如看得清楚的话 真正了解的话 他讲一句 其实他已经造因了 你假如说回他一句 你也是在造因了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了 他造他的因 他备他的业 他吃他的果 我不要去跟他起舞 跟他一样 这样我不是跟他一样要受苦吗 我一样有恶果吗 所以再过几年 你看看他 因为他讲到这样的话 大家记得天律嘛 对不对 因果 也是要有天律来安排的 他什么时候受报 就受报了 所以这个再过几年 其实就是跟你说 往后啊 他自然会有他的果 你就看着吧 所以我们 为什么要学佛 就是要真正了解 这个世界的真理 忍辱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的 要反观我们自己 要留学到 我们假如造因的 后果是怎么样 不要等到 那个果出来了 才回来找这个因 我们之前 在另外的地方也提过了 我们知道 果 看得到 吃得到 因 很难找的 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因啊 对不对 你今天吃这个果 你在公司跟谁 每一个人都跟你有 有过节 然后哪一天 你碰到什么事情了 是谁在 谁在害你啊 你不知道啊 每一个人都害你啊 对不对 你去找哪一个 这个因很难找的 唯一办法就是 不要去造这个因 你不要去跟他 对骂了 不要去跟他争议了 这样的话 你没有造因了 你轻松 你不会受果 是不是 你自由自在 就像心经里面讲的 你造成自己了 无韵皆空了 没有我了 因为这个我本身都是假的 那我有什么好忍的 对不对 这个只是一个假生而已嘛 我忍了又怎么样 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在这边跟大家 分享哦 希望大家也可以 看 这段 其实 这个一方面 大家有听过 安三大师 是一个 很有名的大师 他 写的这个劝势文 其实里面 很多是 我们口头常常 讲的东西 也是我们 做人主事 应该要做到的 给我们很多的 开示 让我们明白了 怎么样来 对待事情 怎么样看 这个世间 我特别 把一些 用红字 把它 显示出来 假如大家 有实践的话 我是这样 希望 大家可以真正的 其实 要学这个 就是把它背起来 大家可能有听过 我之前也有强调 跟 可能在别的 群里面 我们假如 想想看 小时候不是常常 背书吗 背 唐诗吗 背哪一个的 文章吗 其实 这个就是 修我们的 界定会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 我们 在 背的时候 是不是又 很专注啊 我们是不是 要把所有的 东西都要 抛开 你才有办法 来背啊 那你背多了 往后你这个 一拿出来 你就发现 哎呀原来这样 你的 智慧都出来了 所以背书 我们以前 小时候受的教育 现在我不知道 因为已经脱离太久了 现在的人都说 哎呀我要先明白 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先明白 佛经里面 很多东西 你 没办法先明白 才说 我来学佛 有没有 这样的事情啊 你什么都要明白了 以后才来学 导果为因啊 是不是这样 你假如都明白 你为什么还要学啊 就是不明白了 你就要先把它背起来 就慢慢你就明白了 因为你在 这个过程里面 收持了 有戒了 有戒律了 哦 你的定了 因为你一定要针对 专注 这些经文 或是 专注 这首诗 哦 或是专注 这段记语 是不是定了 哦 你读多读多的话 大家可能 我不知道 有没有同样的经验 哦 我们小时候读的东西 现在看回来 哦 很明白了 就是因为 智慧出来了 所以智慧不是说 佛陀可以给你的 对不对 佛陀也有好 佛也有四件事情 不行啊 对不对 不能度尽众生啊 哦 无缘众生没办法 哦 也不能是给你智慧啊 你要自己去争取啊 所以在这边 我 简单讲一下 人辱 人辱 柔和 是妙方 就是我们应对 所有的事情 都是用一个 人辱的方 方法 那是讲 无声法忍的 我们就会很柔和了 这个才是 什么妙方 就是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 那 我们假如要跟人家争议 对不对 出问题了 掠获 只因 咸口 口舌 就是你不停的去 造口业了 我就来了 我们要了解 要平等的话 是非不必 不必 争论我 因为我们 明白所有的东西 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同样的 那我们 吃些亏了 又怎么样啊 吃些亏处 缘无碍 对你一点都没有影响的 真正的影响 对你的 特别对你的 心理 没有影响的 你不要 记得一点点东西 平强吗 我们要 养生 一记养生 一记养生 平位闪 就是说 让我们身体平和 气不要出来 上面也是一样 两中和气 二成汤 这个都是一样 最后我们想一想 不要去跟人家争 跟人家斗了 所以讲了 不争人间天下事 重要是什么 试看谁能天上行 我们在人间 争的东西是虚假的 没有永恒的 不会跟着你的 当你身体不在的话 你带不走的 所以这边叫 修得争强来斗圣 更重要 后面两句 庆可一生 锣骨血 就是 以前大家知道 当一个人 要走的时候 大家敲打 当这个锣骨声 一停了 就是这个人 已经往生了 不知何处 是家乡 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大家想想看 我们希望这样吗 我们应该是想说 我要像佛陀 我要像廖主大师 我要像师父 我走的时候 我都已经知道我要去哪里了 是观神菩萨来接我 还是 阿弥陀佛 来接我 还是哪一个菩萨来接我 不要等到那时候 不晓得 我们往后去哪里了 所以这个生死 才是大事 不要跟人家去争 不要去斗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 慢慢慢慢的 升上去 境界一步一步的提升 那回来 大家知道 在佛经里面 特别在 也是 《维摩节经》里面 有提到 我们 有十地菩萨 初地菩萨到三地菩萨 也就是 修前面这几个菩萨密 一直到六地菩萨 就是修 六菩萨密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真真正正 去了解 去履行这个 十六菩萨密 那今天 跟大家就是 学习到这里 我先把这个 静音吧